当一个问题 你给他重复两遍 他一定会着急 我要的是什么 他就会在屋里头一直 遇邪 从早上来就会一直 遇邪 遇邪 大概知道 不清楚 我也有过每天骑地铁上班的经历 纽约的地铁比国内的还要臭很多 应届毕业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不仅要适应我们公司 它还要适应整体的一个职场的氛围 在学校的时候 最后是你给学校签 是吧 您好 你来我这儿是我给你签 我家离公司一公里左右吧 鼓励大家也都在公司附近租房 这要上下来方便一点 我叫李玉玺 今年26岁 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就来这个公司 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工作人员 以前都是从家里拿钱 然后现在变成自己赚钱养自己 两块鸡蛋 身份的转变 包括自己心理上的落差 就是要自己赚钱养自己 就开始有压力了 来 说一下材料 就有个问题我问问你 就是说咱们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后面是一种什么 铜 就是铜 对 干净 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词 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 不高级 不精致 不显倒刺 这到底怎么精致 这哪里不精致 这画画了 太扯了 并加索 并加索也不合适 不可能 咱们来并加索 没有钱 我也先买并加索 当一个问题 你给他重复两遍 他一定会着急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什么 我其实不算很急 我还好 就比如说一件事 我自己干需要十分钟 我会给他 比如说二十分钟 他有时候他 找你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很急的时候 就是你坐在这里 你自己都觉得 就是手势一直在出汗 他就会在屋里头一直 郁邪 郁邪 从早上来就会一直 郁邪 郁邪 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看一下 十分钟 二十分钟 郁邪 郁邪 就是一直 郁邪 你过来看这边 咱从铜铜铜盖里说吧 比咱们原计划的小哥哥 这拆不掉 为啥 为啥 全拆了吧 拆完 凿不凿不 我觉得不错 你看那个 这漏不出来 不是 怎么漏不出来 这次包间 这次包间 如果甲方业主 有需求要修改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需求 毕竟人家花钱在盖房子 甲方的要求上来说 基本上就是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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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午开会 我下午就要 我中午开完会 我晚上就要 明知道甲方那个东西 他提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 就是不符合实际使用 然后各种不符合的情况下 我们阳光就会说 没事 你给他改出来一版 改出来一版之后 你就告诉他 你把这改出来的 你就告诉他 你说这个就是不行 你就让他看 既然不行了 我们为什么要 就是按照他那种要求 来再改一版呢 我们不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雇佣关系 我觉得你如果不喜欢 你可以提辞职 咱们按照合同来嘛 现在信息都很发达 你可以去做真的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你敢 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点畏惧 每天都感觉就是 就是一来到公司 马上就发现 小点憋通红 就要坐在这 立马就是 他昨天晚上又 十一二点又说了什么 我要马上看 然后我要去回复 然后协调各方 就是就觉得压力 压力还是挺大的 一个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是有商业逻辑在的 那么我给你钱 是要换来你的这个劳动的 我给到他责任的时候 但他接不住 那这个我下次就会非常谨慎 我可能会就换一个更小的项目 或者说我就放弃你了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其实我比较怕 比较怕杨工会说 算了 这个东西我找别人来做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可能他 我不知道是他认为 我做的慢了 还是说做的不够好 不如打扰他的预期 但是他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自己就会觉得 很有压力 就是很受伤害 我做过员工 对于员工来讲 其实很简单 你要想的事情就很少 你不会下班始终想着 我公司这个 我这个下个月要收款了 要不然我工资发不上了 或者说你不会想着 是我们公司现在的这个未来 我们要在什么领域再去拓展 就这个是作为一个员工 我完全不会去想的 在工作中有的时候 我需要去呈现一个 跟我生活中不一样的人 因为我有我的目的 我需要去尽可能的鞭策我的员工 能完成我需要他们完成的东西 毕竟这个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不希望他过度的焦虑 所以可能还是想 跟他聊一聊这个事情吧 然后也想让他知道一下 我的这个良苦用心吧 哎呀我 啊 好 找我一下啊 哎 行了 好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给那个沙拉脱水的一个机器 我说的是这个 这是百里香 百里香 百里香 刚才做肉用的 哎呀真好看 谢谢 我可以拍照吗 可以拍 我说的没有残局 原来是这样 吃吧 可以吃吗 吃 来来来来 吃 可以用筷子吗 行 可以没问题 嗯 好吃 对其实这个菜是因为我在纽约时候 学的嘛 当时也是在纽约毕业之后 在美国毕业之后 在美国毕业之后 在纽约找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压力也很大 然后所以 你也会有压力很大的时候 那必须啊 压力很大才能成长 因为做菜这个事儿是我完全可控的 就是我从备料到最后做 可能我会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但是这个结果是我完全可以控制的 嗯 就是有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 因为工作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 对 就只有在做菜的时候 这个从头到尾是你可以完全掌握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会有一种 就是可能得到一种补偿的心理吧 但后来又觉得 输压 对 确实挺输压的 所以你半夜睡不着吗 嗯 会儿 有会有睡不着的时候吗 嗯 今天早上四点就行了 嗯 太好了 睡不着 太好了 说明说明你真的在在想这个事儿 确实有在思考 但是可能也觉得就压力很大吧 嗯 怎么样 吃饱了 我觉得我吃饱了 你这个肉还是挺硬的 哈哈哈哈 对 你看都没吃完 挺好吃的 对 没有 这一块稍微有点有点有点肥 是吧 要不然咱你煮个面条丝 我煮个面条丝 你家有番茄吗 有啊 那我煮呗 这面条 呢 这面条 在武汉上大学嘛 上大学之前就是晚上高三的时候下班的鞋就我爸老给我做 然后他就会做的时候教我怎么做 对 还行吧 本来都挺饱的了 后来 又饿了 对 看你做就有点饿了 可以 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人生技能 对 要不然你来北京天天叫我爸你其实也挺惨的 对对对对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人生技能 对 就是假如说从一个设计师到一个项目经理之间的道路是一个赛道的话吧 跑在了60%左右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就我认为他是有能力跑到这个终点的 然后同时他也在跑 但是你剩下的40%也很明显 就他也知道是什么我也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是要跑过去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其实也什么都不懂 就是别人对你很照顾 包括我们老板他们 其实我觉得挺感激的 就是其实我还是一个有人听话的人 就不会说像刚刚我说的那么冰冷 这是一个 但是这段剪不进去 用不上 很专专业 这辈子忘不了 鹤立独行 比较古板吧 豆腐溜 豆腐心 比较爱计较吧 一个男生很小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就会很较真儿的那种 有一次迟到了 他把我胸哭了 然后他到了地方之后 就直接递给我的粉底和破红 然后说赶紧把你的妆补一下 一会儿我们马上要见人了 没有 心比较大了 对我帮助挺大 就哪怕你问他想要挑槽的问题 他都会特别详细跟你说这些 就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 你应该怎么能够做 他满足了我大部分对于这个职业的想象 大多数都觉得是表课版的 但是有人情味还是挺少的 像他这样挺好 像我妈一样 像领导一般很严厉 指证你 产生剧烈的影响吧 我就从此再也不想上班了 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人生就是还是大度一点好 太小家子自己也难受 一切都好 非常感谢他能引我入行 给我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谢谢你的经验 我现在也当老板了 谢谢你的经验 你也会感谢你 请记住 你是在每个四周的 包括我的联系 都没有关系 你也不会的